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蒋介石手下有一位忠心耿耿的部下,得知蒋介石遇险,居然独自一人开着飞机来救蒋介石,他叫做王淑明,19岁考入黄埔军校,毕业后成为孙中山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之一,在广州进行训练学习,后来因为成绩优异,被送到苏联航空学校进修。 但在苏联做了一些事,惹恼了蒋介石,蒋介石下令杀掉王淑明,后来还是因为王淑明的一个同窗好友,是蒋介石的亲戚,好说歹说的求情才饶了王淑明。 捡回一条命的王淑明十分感激同学的救命之恩,和蒋介石不杀之恩,于是暗暗下定决心要报效蒋介石。 张学良兵舰后,得知消息的王淑明当场拍案而起,独自一人开着飞机就去救蒋介石了,虽然没什么效果,但是这个行为也深深感动了蒋介石,从此蒋介石也把他当成了心腹,得到了重用。 在之后的十多年内,王淑明先后担任空军副司令,司令等高官,后期还被提拔为飞虎队的大队长,在抗人战场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,多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。 蒋介石退回台湾后,王淑明也一起到了台湾,作为蒋介石多年的心腹,王淑明最终也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,王淑明死后,还被安葬在了示范公募区,可以说这一生度过得十分荣耀。